這個是我多寫 我多講的 課本沒有 台灣是缺水的地方啊 這個錶殼 把錶殼變成圖形好了 這個是全世界的平均降雨量 全世界的平均雨量大概800多公里 亞洲700多 歐洲700多 北美600多 南美多一點1000多 非洲600多 台灣2500多 大概是全世界的平均降雨量的三倍 三倍 就是我們的平均雨量 但是我們可以分得到多少呢 雨量是算深度算高度的 所以要底面積乘以高才是同水量 所以要一層台灣的底面積 它要處理人口才是每個人能夠分得到的水 OK 這樣子分一分 處一處之後呢 全世界平均可以分到4杯多 4.6杯的水 亞洲分2.6杯 歐洲分3.6杯 北美分8.3杯 南美 哇 中國每個人分24杯多 連那個聽說經常到漢山的非洲 每個人都可以分到8.3杯 台灣人分1杯 全世界平均的人口是有4杯水可以喝的時候 台灣人只有1杯 可能自己4.6杯 快要5杯了 4杯半的水可以喝的時候 台灣人只有一杯 為什麼 我們不是很高嗎 雨量三類嗎 可是我們底面積很小啊 人很多啊 我們就預備 而且這還是樂觀估計 什麼叫樂觀估計啊 因為 老天爺下的雨水有沒有全部留給我們啊 沒有啊 地理交過啊 台灣山高水極啊 雨水下來就分流到海 不回啦 就流掉啊 就磨啊 沒有啦 沒有全部都留給我們耶 有好多就不見了耶 很多不見了 而且台灣還有一些別的問題啊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 你們地理交過啊 南部有什麼雨季跟班季啊 雨量分辨那樣的不平均啊 因此啊 我們要說啊 世界標準 世界標準 每個國家或地區每人每年 用水量大 1000到2000公里邊的 列為缺水國家或缺水地區 很榮幸的 台灣就列在缺水地區 因此 雖然你覺得台灣沒事就下雨 雖然你覺得沒事就夠鬧水災那個山峰土磁流啊 但是台灣是怎樣的 缺水 台灣是缺水的 台灣水缺是不夠的 是不夠用的 不夠 台灣事實上是個缺水的地方 是不夠用的 那怎麼辦 兩招嘛 一招叫開圓嘛 一招叫做截流嘛 不過開圓不然怎麼做 一個就是帶水庫嘛 就是抽逆下水 可是這兩個都有問題 我們未來還會講到 有問題 建水庫也有環保的問題 因為水庫要淹沒一大片 所以台灣最近政府要蓋的水庫 通通被環保人士反對 要蓋一個湖山水庫 發射了刺激地 他蓋的美濃水庫 就叫黃別翠 反正都可以蓋就對了 那水庫有環保問題 而且還有一些別的挖掌 抽逆藥水 有地層下線問題 也在那裡 所以如果開圓不行 那時候怎麼辦 這就節流嘛 盡請節約使用 節約使用 這一個神水雕章 你是要看這個雕章 考試考過 選個頭一題 畫了四個雕章 問你說誰是誰 神水雕章 萊雅國中的很多的水龍頭 都是神水龍頭 上次有一個小姐 先通往家問我說 他原來是壞掉 打開了水庫 他原來是壞掉 神水龍頭 節約使用 我要跟各位說的是 過過接觸 這課本沒有 這課本沒有 這是我多講 我要告訴你 雖然你覺得台灣每一次都在下雨 雖然你覺得台灣經常在到水災 但台灣事實上是一個缺水的地方 如果你不能夠開圓 你就必須要怎麼辦 節流 要節約的使用 這樣才會有一個足夠的水資源可以用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給客人練習